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学唱歌练唱歌的过程 有很多不太被人注意的真相 一般是在你学过一阵 练过一阵之后 你才能体会到 如果你能早一点认识到以下 这八个真相 那你练唱歌的过程 一定会越来越顺 不信你听听就知道了 首先这第一条 就是不要为了唱得像原唱 去刻意模仿 你唱得再像 那不是你的声音 也只是表面像而已 这样做非常容易形成 不良的发声习惯 你要模仿的是原唱的歌唱状态 还有它的情感表达 宁愿刻意去练习 巩固一个方法一个技巧 也别胡子眉毛一把抓 顾这儿顾不了那儿 千万别做大聪明 这次练习唱歌 你本来是以练习气息控制 体会歌唱气息运行为主的 练着练着又去想着咬字吧 颤音吧 这样练习的结果 会使你练得越来越累 第三条就是听到一首旅行歌曲 大家都在唱 你也马上跟着唱 一路唱下来 又把自己打回到了原形 你应该是随着歌唱的学习和练习 要能听懂这歌唱背后的发声状态 那才是一个歌者的成熟表现 这第四条就是随着你练习的歌唱的歌越多 你就越懂得唱歌真正值得在意的 同时又有用的 不过就是那么几个方法 呼吸 控制 位置 咬字 表达 这其实就是唱歌的全部 如果你真正想唱好歌 就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 把这几项多练习 多体会 在唱歌时运用上它 这样练习唱歌 你才会越唱越轻松 越唱越开心 认同的给个双击 让我看到你 这第五条就是练唱歌 要选择你喜欢的 适合自己的歌 有针对性的进行练习 练一个是一个 练一首是一首 就比如这段时间 我就是要解决歌唱咬字的问题 那么好 把你所有会唱的歌 都用同一个状态去咬字 去唱 一定要感受到你的改变和效果 想太多 顾忌太广 会让你举步维艰 常常会有一种挫败感 没错吧 这第六条就是做错不可怕 做错之后不主动去改变才可怕 在唱歌这个领域 有的人改变一下很容易 而有的人却很难 因为每个人的自然发生状态它是不同的 难不等于做不到 如果你不主动去改变 不坚持 结果就是对自己越来越失望 这样说吧 做不到就是你的愿望不够强烈 功夫下的不够 另外这第七条就是没有绝对的必要 一定不要中断练习 不然就是你之前决心再大 下的功夫再多 也是会前功尽弃的呀 要做就坚持 要么就别开始 这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除此之外还有第八条 就是在你练唱歌还没有练好之前 没必要在大家面前去展示 至少要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完整的完成一首歌吧 否则自己唱的不舒服 别人听着还难受 以上这八条 你领悟了多少呢 还想掌握更多的歌唱发声技巧 就请订阅我的学唱歌专栏 让自己少走弯路 点我头像进主页 你就可以看到专栏 点开就可以订阅 十节课的内容 每节课练习三到五天 每节课的学习内容就是你的作业 通过这十节课 你可以学习到歌唱发声的气息运用 歌唱发声的位置 歌唱的咬字 以及在歌唱过程中高音怎样上得去 低音如何下得来 还有让自己的歌声变好听 歌唱的情感表达是怎样的 通过十节课的学习 为自己打下一个歌唱发声的基础 好 祝您有开心喜悦的一天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